第571章 釜底抽薪的艺术 夜晚 老板 你让我把那个张清欢弄死吧 江木北叹息道 我感觉只要弄死他 咱们分分钟就能接近这个艺术社团的核心权力层 这个标子可能就是咱们最大的阻碍 别说气话了 徐林森在手机上翻看着新闻 这张清欢虽然人傻了点 可心得并不坏 黑桃有黑桃的原则 我们得团结那些愿意一起改变世界的力量才行 还要团结那个张清欢 江木北难以置信 我怎么感觉 要是团结了他 咱们距离成功会更远呢 求同存异 徐林森说道 这时 走廊外传来脚步声 他们二人停下交谈 同时望向公寓门 来人经过了江木北他们的房间 然后打开了隔壁房门 徐林森知道 这是沉睡下班回来了 他沉思着问道 对了 你对这个沉睡怎么看 我好像听这个名字有点耳熟 但是不记得在哪里听到过了 我也没印象 江木北摇摇头说道 我观察过他 他脚不虚浮 应该就是个普通人 老板 你怀疑他 倒也不是怀疑 就觉得出现有点突然 住在咱们隔壁 还跟咱们一起加入了社团 徐林森说道 当然 是人家先入住的 这点倒是没什么可说的 我只是随口一问罢了 对了 这个沉睡一到晚上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也不知道干嘛去了 江木北说道 听说是在第四区一个夜场上班 不用关心这个 总之不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徐林森说道 也是 他晚上出去干什么 跟咱们也没关系 江木北点点头 徐林森说道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每天早上四点才回来 上午九点就起来了 只睡五个小时 却精神奕奕的 我明天注意一下他 嗯 观察一下 徐林森关上手机 睡吧 张清欢说 明天还有很重要的任务 第二天上午 两人接到张清欢召集便下楼了 他们看到张清欢拎着一只袋子 沉睡和张梦谦 则在他身边东张西望着 不知道在找什么 待二人下楼之后 张清欢拉开袋子 给大家一人发了一根铁棍 江木北疑获道 要去灭哪个社团吗 如果是的话 咱们几个人够吗 不是去灭谁 张清欢摇摇头 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咦 这下徐林森感觉奇怪了 发了棍子又不打人 这是要干嘛 只见张清欢领着他们 重新上了鸽子龙 张梦谦则在一旁说道 先去703户 张清欢冷笑道 他女儿的事情 他今天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徐林森与江木北相视一眼 江木北小声道 这或不是要去霸占别人的女儿吧 如果要是这样 咱们就做他的帮凶吗 徐林森摇摇头 先看看 万一两人是两情相悦 老丈人却不同意 这件事情 咱们最多是不帮忙 但也没法插手 他要打人的话 你拉着点 行 如果他要逼梁为娼 我可直接杀他了 江木北小声说道 说到这里 徐林森忽然回头看向沁尘 沉睡 你觉得呢 沁尘无辜地看着两人 我觉得你们说得对 来到七零三十门前 张清欢气势汹汹地拍门 李三狗 你给我出来 却见张清欢将门拍得砰砰作响 江木北几次都想上去阻拦 就在此时 门打开了 一个中年汉子在屋里弱弱地站着 干什么呀 我们来聊聊你女儿的事 张清欢说道 沁尘 徐林森 江木北 就默默地看着李三狗身后 一个八九岁大的小女孩 正在埋头叠着纸盒 张清欢说道 你到底送不送她去上学 她现在是上学的年纪 跟你叠纸盒能有什么出现 联邦小学是免费的 你为什么不送她去 沁尘 徐林森 江木北 这跟他们想得完全不一样 根本不是什么强强名女的戏码 他们往屋里打亮了一眼 屋里只置包装盒堆积成衫 那都是李三狗和女儿一起叠的 全部叠好后 要送去第五区 卖给那里的礼品店 但是 这个纸盒也就几分钱 他们叠一天 可能也就是 赚个一两天的饭钱 这是下三区大部分人的现状 他们不想做坏事 也没有改变生活的能力 就像是公益一样 做着社会最底层 没人愿意做的工作 李三狗不乐意道 你说得轻巧 上学有个屁用 小学毕业了 不是还得过来叠纸盒吗 有什么区别 上学能当饭吃吗 张清欢用铁棍指着李三狗 你要这样说话的话 我可就打你了呀 李三狗痛心疾首地说道 你们是社团啊 去做点社团该做的事情行吗 去砍人不好吗 干嘛管我家孩子上不上学啊 张清欢冷笑道 你让他去上学 保护费每个月给你减两百 真的 李三狗眼睛一亮 下三区的人 常常让孩子辍学 大部分人小学都没上完 就回来帮忙干活了 但这说到底 还是生活压力太大 这世上那种 卖孩子眼睛的父母 终究还是少数 大家但凡有点可能 谁不愿意送孩子去上上学 认认字 张清欢问道 送不送 李三狗点头 送啊 不过第九区小学里的人 也不是好东西啊 他们天天巧利明目 收各种费用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们会去解决的 张清欢潇洒地挥挥手 离开了 这个解决方式 肯定还是社团的解决方式 张清欢问张梦谦 咱们今天要解决多少户 112户 张梦谦说到 都是到了年龄 没去上小学的 张清欢洒脱一笑 大家今天辛苦一点啊 今天得把这112户 全部跑完 如果能顺利完成 我请大家吃肥肠面 肥肠面也算是 平民窟里的特色了 家畜被屠宰后 身上的好肉 都供给了大人物们 唯独喜欢吃肠子的人手 所以这肥肠 算是整个城市里 最廉价的真肉 当然 就算是最廉价 也不是一般百姓 能消费得起的 张清欢今天也算是大方一次 徐林森和江沐北相识一眼 他们真没想到 艺术社团竟然还管这个事情 相比较他们组织 学生游行而言 艺术社团的形势更加粗暴 普及性却更强 黑桃如今的愿望 就是天下的孩子 人人可以读书看报 起码能让他们知道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想到这里 徐林森和江沐北 倒是真的对艺术社团 有些兴趣了 徐林森低声道 我现在能肯定 这艺术社团背后的人 就是泱泱说的那位 我还真想看看 他要把22号城市的下三区 变成什么样 庆辰在他身后 无辜地看着天花板 第九区肥肠面殿里 庆辰等人并排 坐在一张长桌上 呼噜噜地吃着面条 就数张清欢和张梦谦 两人西面的声音最大 他们这支小队 一天时间完成劝学任务 112号 所有人都没开眼笑的 明明就是一些小事 但不知道为什么 生活过得格外充实 徐林森擦擦嘴 思索了片刻问张清欢 老板 咱们不是社团吗 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 张清欢停下嘴巴 随口说道 这也不是我决定的 是上面的人说 要让校园里 重新想起读书声 他们说 这偌大的世界 如果容不下一张书桌 那是全世界 所有成年人的错 说到这里 他察觉到自己说漏嘴了 嗨嗨 我说的上面的人 是指天上的先贤们 在梦里给我托梦指示 一转眼的功夫 庆辰就成了天上的先贤 徐林森也不在意 张清欢这别角的说辞 他只是在想 刚刚那句话 但我们是社团啊 不该打打杀杀吗 这你有所不知了吧 张清欢乐了 小时候我特别穷 想上初中都上不起 饭都快吃不饱了 上什么学啊 后来我努力赚钱 想着有钱了就能快乐 但生意虽然做得也还行 起码兄弟们都有吃有喝 但还是不够快乐 直到最近 我天天像是打了鸡血似的 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力气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这次是沁晨问的 张清欢说道 我忽然知道自己以前为什么那么空虚了 因为以前我是想办法让自己的生活好起来 而现在我的目标 是让更多人的生活好起来 不一样 江木北小声嘀咕道 思想觉悟还特么挺高 却听张清欢继续说道 而且 孩子们都去上学了 起码可以找个稍微好点的工作 也就不用跟我一样混社团了 等他们不用混社团 那22号城市不就剩下艺术社团了吗 保护费全都有我们来收 一家独大 这就是府邸抽薪的艺术啊 徐林森 噗 一口面条吐在了碗里 沁晨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指导思想传递到张清欢这里 竟然曲解成了这样 哥 你看 江木北这时将手机拿到徐林森面前 却见上面有人传来了一条讯息 赫然是神代财团 在22号城市刚刚对黑桃A发布的通缉令 通缉缘由就是徐林森杀害了神代财团成员高桥大成 徐林森和江木北看着这则通缉令愣了半赏 他们来22号城市 确实还带着顺手杀了高桥大成的任务 可他们还没动手啊 事情有点奇怪了 人是他们想杀的人 虽然他没出手 但仍然算是他杀的徐林森沉默半赏 天底下没这巧合的事 八成是泱泱说的那个人 想搞我 江木北挑挑眉头 让我知道他在哪 非算算这笔账不可 庆尘突然抬头举手 老板 再来一碗 张清欢敌不道 你少吃点啊 胃口怎么这么好啊 第572章 再来一碗肥肠面 高阳 三天了 那个张清欢在搞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他的行踪 电话里 龙文社团的老板陈一东 语气明显有些不耐烦了 高阳犹豫了一下 说出来 老板你可能不信啊 他正在挨家挨户地劝小孩子去上学 一天一动楼 每天就扫楼 没干过别的 陈一东愣了一下 拿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来唬我 你他妈是不是叛变了 高阳解释道 还没 不是 老板你听我说 他这三天时间里 真的什么正事都没有干啊 也不光是他 整个艺术社团 好像都沉寂下来了 所有人都没在干正事 艺术社团现在有几个头目 陈一东问道 总共有三个吧 张清欢 罗万牙 小七 高阳说道 那个小七就在天天给四栋楼的业主搞基建 罗万牙天天带着我们新加入的人搞团建 他们也不出去砍人 也不做生意 但凡跟社团正式沾点边的 他们是一点都不干啊 对了 之前艺术社团灭掉了四个社团 黑水 大摆锤 流星锤 我要买手表 这好几百号人呢 都去哪了 陈一东问道 是吸收进艺术社团了 还是都杀了 之前 PCE让教人的时候 他们只教了三十个 高阳解释道 他们都在碟纸盒 采缝刃机 组装电子元件呢 什么玩意 陈一东明显愣了一下 高阳说道 小七给他们在大摆锤楼上 腾出了最高处的三层 然后装了铁门上了锁 让他们在里面进行什么劳动改造 顺便给艺术社团赚钱 现在 这些人也算是艺术社团的主营业务之一 现今流还行 陈一东坐在他的真皮沙发上 愣神了半赏 联邦监狱环境比贫民窟壳好多了 也没有劳动改造这一说 他家从爷爷被开始混社团 混了几十年都没想到 还可以用这种方式赚钱 关键是 社团用这种方式赚钱 也太诡异了吧 也太古老了吧 这种方式 哪里有贩卖人口 化学药品 器官来钱啊 陈一东想到 几百号壮汉 在大摆锤楼里采缝刃机 顿时有些不忍直视 行了 也不磨叽了 陈一东冷笑道 你已经掌握张清欢行踪了吧 嗯 掌握了 但是老板 这个张清欢身边 会不会有高手保护 好 今天就派人杀了他 一个F级基因战士而已吗 身边能有什么高手 他已经不值得我继续关注了 嗯 好的 高阳挂了电话 不远处 罗万牙笑眯眯地招手 高阳 快来跟家人们一起继续团建了 来了来了 第八区 两辆摩托车 从龙闻别墅的院子里 急驰而出 朝第九区驶驶去 咱们不会张地盘吗 江木北带着自己内心深深的疑惑 问出了这个问题 黑桃的两位大咖很清楚 艺术社团是什么实力 那一百多个基因战士 凭推整个下三区都没什么问题 而且 现在江木北 也有点投身事业的感觉了 如果这艺术社团 做的是欺压平民的事情 那黑桃的两位大咖 最多就是旁观者看看 说不定还会为民除害 可现在不一样了 他们发现 艺术社团要做的事情 跟他们是殊途同归的 做得比黑桃更好 这样一来 江木北的心就再次火热起来了 他恨不得跟徐林森商量 直接帮艺术社团给平推了算了 这样22号城市的下三区平民 也能早点迎来光明的那一天 所以 江木北这个急性子 看着艺术社团不干正事 就有点着急 比艺术社团还着急 只是张清欢却魂不在意 不要急嘛 如今就是打造样板的过程 第九区乃至下三区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鸽子龙的存在 所以我们打过去 也不会得到人民的帮助 现在我们点亮了四座大楼 然后再故意传播出去 自然会成为话题 你看 那些人就是被喊来参观的 张清欢坐在面馆里 指着门口路过的人群 谁也挡不住 他们让生活好起来的渴望 第九区里的灯光 足以点亮他们的渴望了 江木北南南道 如果我没有见过光明 我本可以忍受黑暗 没错 张清欢乐呵呵笑道 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 所有社团都是要给上面进贡的 社团供给PCE PCE又供给他们上面的一员 一员又归属于财团 如果艺术社团 大张旗鼓的改变平衡 肯定会被人注意到 所以动作虽然要快 但形势要稳 这都是你想出来的 江木北疑惑道 他前台辞世 你能想出来 这种正经的思路 张清欢坦然承认 这是老罗说的 这时 清晨忽然说道 我明白了 所以咱们要等城市里发生一些事情 等到PCE无暇顾及到咱们的时候 再迅速扩张 聪明 张清欢夸奖道 沁尘说道 要不咱们去暗杀神代财团的人吧 我知道 一个叫神代云罗的 天天在第四区黑天鹅餐厅喝酒 而且每天凌晨都独来独往 我就在黑天鹅餐厅上班 当时应声嘛 杀了他 上六区肯定就混乱了 张清欢哭笑不得 你说的神代云罗我知道 那是22号城市有名的贵公子 那他妈是A级啊 咱们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 安心等着混乱就行了 我们没法 自己去制造混乱 此话一出 徐林森和江沐北相视一眼 让PCE治安管理委员会 无暇顾及下三区 这件事情 其实他们两个就能做到 在其他地方制造混乱 不就好了吗 这时 江沐北小生窃窃私语 老板 咱们要帮他们制造混乱吗 可以考虑 徐林森点点头 毕竟早点解放下三区 也可以 让更多人脱离苦海 可问题 咱们是黑桃的人啊 又不是真的艺术社团成员 江沐北说道 我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还是他们自己去做比较好 徐林森沉默了片刻 如果他真能办成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那让他来当黑桃的 Joker又有什么呢 我不介意 江沐北愣了半晌 老板你 无需多言 我们今晚就去制造混乱 徐林森说道 那平静面色下 依然有了某些决心 他们黑桃存在的意义 并非为了权利 而是为了某个理想 只要事情能成 他徐林森的个人得失并不重要 事实上 徐林森也认识到他们的局限性了 毕竟黑桃里一大半都是荒野人 他们的眼光与格局 注定了很难独立完成这件事情 而现在 他已经知道 这艺术社团背后那位 有多大的野心了 江沐北小声嘀咕道 让他来当Joker 咱们都还不知道他在哪呢 怎么让他当Joker 话音刚落 沁尘忽然举起手来 老板 再来一碗肥肠面 江沐北揉着耳朵 扭头过去吼道 你加面就加面 那么大声干吗 第573章 三打白骨精 说话间 肥肠面店外面 有两个身穿黑色皮衣的人 正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 若无其事地打量着店里众人 他们的右臂垂在身边 似乎随时都准备掏出武器 可就在此时 店里的徐林森 张梦谦 同时警觉地看向外面 张清欢这边正心疼的结账呢 却见徐林森已经消失在座椅上 来到那二人面前 砰的一声 他双拳击打在两名杀手腹部 将对方捶得 如同烧红的虾米一样倒下 A级的第六感 不是常人可以揣摩的 稍微多看几眼 或带着恶意看来 都会被感应到 那是悬而又悬的东西 也是一名超凡者的精神意志 开始与世界融合的标志 杀手们当然不知道这一点 他们像以往一样 肆无忌惮地打量着目标 谁能想到 所谓的F级精英战士身边 竟然还有A级高手这样的存在 之前小七也曾问罗万牙 就这么放张清欢在外面蹦打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罗万牙的回答是 整个22号城市的人都死绝了 这伙都未必能死 那一刻 小七还以为张清欢 是什么隐藏高手来着 这一刻 张清欢刚结完账 便看到徐林森动手 他赶忙跑过来 扶起这两位杀手 你们有没有事啊 两名杀手疼得翻白眼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说着 张清欢又悲愤地看向徐林森 你平白无故打人干嘛 徐林森 庆尘乐了 这是倒不怪张清欢冤枉人 实在是徐林森出手的太快 而且他也没法解释自己的第六感 所以在张清欢眼里 就是徐林森闲着没事 给了路人两拳 庆尘就感觉 自己在看当代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戏码 而徐林森 就是那个被冤枉的孙悟空 徐林森默默地 从两名杀手身上 搜出两只手枪来 这两人是来杀你的 带去沈一沈就知道了 张清欢看到枪械变面色一变 虽然下三驱枪械不少 但也不会随便冒出来 一个人就身上带着枪 而且 江木北还从他们身上 搜出了一张张清欢的照片 张清欢凝视着照片深吸一口气 沉默了半上说道 谁把我拍得这么丑 江木北翻了个白眼 他打电话给小七 没一会儿小七便出现 带走了两名杀手 我会搞清楚 到底是谁派他们来的 另外 你们去一趟老罗那边 指挥部建成了 徐林森与江木北相视一眼 指挥部 张清欢想了想说道 他们几个还没经过考验呢 暂时不能去指挥部吧 沁尘 小七看了他一眼说道 老罗说可以 走吧 罗万牙和小三 小七他们 站在新成立的艺术社团指挥部内 一起风发 宽阔的指挥部里 投射着整个第九区的全息地图 这是小七花了一天时间 用航拍建成的 在地图上 整个第九区已经被划分为 A01 A50的50个区域 区域里每栋楼标注了楼层数和高度 每栋大楼有几个进出口 分别是什么社团盘踞在那里 这是标准的战术指挥地图 而指挥部的墙上 则是一块块显示屏 不停切换着各个监控 作战就要有作战的样子 家长说了 要一个月内 旧帽换新年 那就必须制定完整的计划 小七 接下来提高四栋楼基础建设的工作 你不要参与了 给你一天时间 腾出手来去摸牌各个社团的情况 罗万牙布置任务 这件事情 一定要悄悄地进行 不能惊动那些社团 但速度要快 我要知道他们 每个社团有多少人 有多少热武器 跟PCE那边是什么关系 收到 小七正重点头 小三 你这边刚来 先不要急着在外面战斗 罗万牙说道 你继续负责面试 记住 要调查清楚他们的身份 最大恶极的不要 例如那种过去打断小孩子手脚去乞讨的 拐卖妇女去其他城市当奴隶的 抢夺别人器官的 不仅不要 而且还要秘密杀掉 我们一步一步都要走得扎实 不能盲目扩大队伍 收到 小三咧嘴笑道 这是 咱们在十号城市 十八号城市就有座 我熟 罗万牙点点头 我们现在要的就是明星 如果被这种人混进队伍 第九区的人民群众会怎么看我们 这一点你们明白 恐怕第九区的那些社团都还没想到 有人为了打他们 竟然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军事指挥部 这实在太不蒋武德了 徐林森和江沐北 默默地站在张清欢身后 看着这如同正规军一样的指挥部 社团干长 难道不该是吼一嗓子就冲上去砍人吗 这怎么还做起计划来了 这时 罗万牙若无其事地说道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现在我们只需要安心等待一个上六区混乱的机会 趁着PCE顾不上我们的时候收编第九区 徐林森与江沐北彼此对视一眼 似乎做出了什么决定 思索间 指挥部的楼上哭声一片 徐林森好奇道 楼上干嘛呢 罗万牙摆着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笑着解释道 没事 团建呢 夜深人静 罗万牙 小棋手在指挥部里 而门外的走廊里 家人们则一个个坐在走廊地板上 闭目养神 现在已经是夜里三点钟了 可谁都没有回宿舍睡觉 只因为罗万牙说 家长说了 今晚就是行动的机会 不需要过多解释 只需要提一下家长两个字 便足以让家人们心甘情愿地等待在这里 或许以前家长会还是个相对松散的组织 但现在可不是 过去一段时间 罗万牙也沉迷在组建家长会的喜悦之中 直到庆尘乐令他停止无边际的扩张 然后又传达了组织纲领 组织纲领这个东西 看似虚无缥缈 实则是一个组织最核心的根骨 没有这个东西 你就算有再多血肉 也没有骨骼来撑起它 如今 家长会以扶贫济困 相互帮助为目标 虽然扩张的速度慢了许多 但凝聚力比以往可强的太多 此时此刻 黑天鹅餐厅里 庆尘与神戴云罗再次联手 将一群酒蒙子灌倒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那些酒蒙子明明赢不了他们 反而越发乐意过来醉生梦死 黑天鹅餐厅里 还专门推出了一款叫做 岁岁平安的鸡尾酒 岁 当然是沉岁的岁 这款鸡尾酒 已经推出就卖爆了 要知道 威士忌真酒的利润 也就20% 鸡尾酒的利润可是80%甚至更多 待到酒局结束 神戴云罗看向庆尘 你们白昼和黑桃联手了吗 庆尘摇摇头 我都不认识黑桃的人 谈什么联手 那他们为何会来帮你杀尸奸行者 神戴云罗问道 庆尘淡定道 这还真跟我没关系 难道真是找那个高桥大城寻仇的 神戴云罗乐了 这22号城市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呀 这么有意思的时候 每天喝喝酒做一个旁观者 挺不错的 走了 说着 神戴云罗缓缓走出黑天鹅餐厅 下一秒 庆尘便看到落地窗外 一个如奔雷般的身影快速掠过 那身影已经快到 仅仅从落地窗前经过 便震碎了黑天鹅餐厅的所有玻璃 轰隆一声 神戴云罗与那身影交错 刹那间身高数米的 马面罗沙挡在二人中间 庞大佩然的气浪 将黑天鹅餐厅里的桌椅 还有餐厅外的积血 全部鼓荡地纷飞起来 可是 恐怖又震撼的神牛法 向在徐林森背后迸发 却见神牛鼻息间穿着粗气 抬头一拱 马面罗刹与神戴云罗 一同向后倒飞出去 庆尘看到这一幕便愣住了 先前他还以为 火堂法香与图特显现出来 不过是一种宛如实质的气势 如今看来 这火堂传承的法香 在A级之后 竟能真的化为实质 这时 又一身影从高楼上跃下 而凭空出现的是神姑女 则接下了这凌空一刀 从始至终神戴云罗都没动用白白木鬼 哪怕是刚刚生死危机的时刻 他不愿意让人看到 自己如今收集了多少双眼睛 神戴云罗缓缓站起身来 拍了拍自己身上白色兽衣的血迹 哭笑不得 这他妈怎么闹我身上来了 徐林森 名不虚传 说着 他看向黑天鹅餐厅里 庆尘倒是没有跑 只是无辜地看着他 意思是 不关我事啊 整个城市的凌晨 开始被刚刚那猛烈的战斗声惊醒 混乱开始 第九区指挥部里 罗万牙收到一条信息后 站起身来 他来到走廊上 戴上了一块红色面巾 动手 A12至A41区域 三个小时内 天亮之前全部荡平 走廊里 家人们沉默地戴着红色面巾 分别跟着八名C级 分成了八支队伍出发了 在楼下 还有一些第九区居民 正等着给他们带路 第574章 新世界 5号城市 银杏庄园 山腰上的灰暗小屋里 这一次老人不再静坐 而是在面前 放置着一张围棋棋盘 自己时而在上面落子 时而陷入沉思 纵横十九道 千古无中局 老人说道 历史似乎也是一样的 看似螺旋上升 却总有不同 影子在他背后找了个蒲团 潇洒地坐下 您是想感慨 庆程和你我都不同吧 为什么没带他回来 老人问道 这位名叫庆寻的老人 不知道在这里坐了多久 数十年前 他击败了七位影子 坐上了如今的位置 从那年开始 他所要做的事情 就只剩一件 下棋 与那天下所有执棋者 在一张名为联邦的棋盘上 不停厮杀 不停棺子 这棋盘看似分杂 但很少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出现 今年却出现了一件 此时 影子笑盈盈的幸灾乐祸起来 您既然有人在北方建群上 那就自然应该知道 不是我不想带走庆程 而是他自己想到了一个方法 脱离了所有人的视线 老人叹息道 蒸汽列车 影子说道 您应该能算到 蒸汽列车会停靠在那里 您应该也能算到 这竞技物可以帮庆程脱困 但肯定没想到 他能只靠一枚金币 带走那么多人 在老人的计算中 有一个奇怪的变数 那就是一枚 来自近段之海彼岸的 竞技物权力 这枚伟界 甚至连编号都没有 所以 在您的计划里 A02基地在神代后方 哪怕是神仙 也带不走那么多人 您是要让庆程 亲自见证那些 庆世情报人员的死去 然后记下这份 对神代的仇恨 影子说道 既然有仇恨 而仇恨的对象 还是神代财团那样的存在 那么他要报仇 自然要借助庆世的力量 他是聪明人 所以一定会回到这里 老人没有说话 影子继续说道 可现在他带着 所有人活下来了 他没有打算回到这里 而是默默地躲了起来 我想 他应该猜到了什么 例如他猜到自己被抓去 A02有您的手笔 因为他猜到了正祥 也就是那位Z的身份 所以他不光在躲神代 也在躲您 然后藏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默默地发展着自己的势力 老人还是没有说话 影子说道 当他在出现的时候 怕是那股力量 连您都要感到忌惮了吧 这一次 他绝不是 要针对某个财团 而是要站在联邦的对立面 其中也包括您 这时老人轻声笑起来 小准 你想错了 嗯 影子眼神微变 老人淡然说道 先不说 他能不能折服起来 发展出自己的力量 就算真的可以 我又为何要感到害怕 你我不过是历史的尘埃 他才是庆世的未来 十逢千古为有之变革 我们都要学会接受 不要去反抗这个时代 影子沉默了许久 您知道他现在在哪吗 联邦那么大 我也不可能关注到每一个角落 但这世上 你想找一个平庸的人很难 想找一个聪明人不难 老人平静说道 待他成事 自然会出现的 关注联邦内的异变吧 哪里有新鲜事情出现 他就在哪里 影子撇撇嘴起身 您就是不想 让我去帮他杀神戴云合呗 故弄玄虚什么呢 我不相信 您不知道他又打断神戴云合 一条胳膊的事情 老人平静道 小准 这个人要他自己杀 知道了 我也没打算帮他 影子挥挥手 对了 您觉得他能白手起家 拥有扭转联邦的力量吗 老人落子的手顿住了 不知道 22号城市 第九区 八支红金小队 每支小队十八人 由一名C级带着十七名D级 他们化整为零 走入了黑夜 指挥部中 屏幕投射着每位C级高手 胸前佩戴的记录仪 方便指挥部纵观全局 罗万牙和张清欢 留在了指挥部里 张清欢看了一眼桌子上摊开的书籍 是一本联邦现代史 张清欢问道 你在学习 嗯 罗万牙点点头 家长做的事情越来越大 如果不学习 我就跟不上他的脚步了 那为什么要学识 不学管理学 张清欢问道 罗万牙看了他一眼 管理学教的 都是如何管理企业 而家长所要做的事情 仅仅学管理企业是不够的 要从历史中学习 张清欢感慨 老罗 你都快五十岁了吧 还这么努力 佩服 罗万牙插开话题 对了 听说你今天被暗杀了 有人救了你 对 张清欢说道 那是有预谋的 我怀疑是那个徐小森 江木北策划的 嗯 罗万牙愣了一下 何出此言 小七已经审问出来了 两个杀手 都是龙温社团最底层的杀手 张清欢笑了笑 你忘了吗 徐小森和江小北 都是基因战士 他们身为基因战士 来加入艺术社团 心甘情愿地从最底层做起 你觉得正常基因战士会这样 张清欢 他们加入之后 跟我第一次行动 就立功心切 分明是想快速打入我们内部核心层 得到重用 所以 我当时就说 他们太鲁莽 否定了他们的功劳 你放心 我会帮你盯着这种别有用心的人 张清欢 这一次 他们又假装救我一命 拿住了龙温社团的杀手 也是想要我感激他们 我偏不 当初面试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们别有用心 还有那个羔羊 我都说了他 肯定是其他社团的 结果 你还要待在身边 罗万牙张了张嘴巴 一时半会儿 什么也没说出来 直到最后 才崩出来几个字 大智若鱼啊 张清欢自信笑道 那几个人还以为我真傻呢 哼 其实我早就看破了他们的想法 虽然过程有些不同 但是罗万牙知道 那两位黑桃大咖 确实正在努力接触 艺术社团的权力核心 然而黑桃大咖们的努力 都被张清欢给扼杀了 说实话 这会儿罗万牙一时间 都有些分不清 张清欢到底是真聪明 还是假聪明 可关键是 这样一来 老板岂不是会被一直 排斥在核心圈子外 而且 老板如今的目的 是想联合黑桃 让黑桃切身体验 家长会现在做的事情 有多么重要 然后 让黑桃诸多高手 都能成为家长会 占领所有城市下三区的助力 现在的家长会 只能一位C级 带领一支小队 去打其他社团 若是黑桃能融入进来 到时候 怕不是一位A级 或者B级 带领一支小队 这还不是把所有社团 都按在地上摩擦 罗万牙看着张清欢 思索着 该怎么让这货放放水 赶紧让徐林森 江木北二人融入进来 就在此时 指挥部内 响起小气的声音 抵达 紧接着 其他队长也陆续说道 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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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支小队 带着纽扣式通讯设备 来到八栋居民楼前 他们身边 还分别站着 两个带路的业主 他们静静等待着 罗万牙确定 所有小队全部抵达后 轻声说道 等诸位凯旋 山河统一 行动 下一刻 小七打出战术手势 让身后17名队员 冲进了居民楼 他们在业主指引下 迅速抵达第九层 而他自己 则嘴中闲着一柄敌手 顺着大楼外的窗台 快速向上攀登而去 队员刚上楼梯 便有两名守在楼梯上 放哨的社团成员被惊动 你们 社团成员刚开口询问 小七已经如鬼魅般 出现在他们身后 却见他轻轻捏动 对方的脖梗大动脉 两名社团成员 便昏厥倒地 小七低声道 行动要快 从一开始 小七他们 就在业主的帮助下 了解了整栋大楼的内部构造 而且还清楚 哪里有人守卫 军事战争中最重要的 便是战略地图 你只有知道 敌军部署在哪里 才能精准有效地实施打击 而庆城之所以要 家长会发动人民战争 就是要让那些社团 离心离德 然后自然会有人 帮他们搞清楚 那些社团的防御措施 火力部署 不仅如此 这些下三区的平民 是整个城市基础设施运营 维护的基石 他们深入各行各业 若有一天 家长会要对整座城市动手 这些平民 也能帮他们标出 大部分建筑内的详细情况 这比自己去一一探索 要更有效率 此时 小七已经抵达第九层 这是一起长命百岁 吃香喝辣社团的大本营 刚进入第九层 他们便听到 女人的隐约啜气声 两名社团成员 在走廊上巡逻着 他们看到小七 便要举起枪口 可还没来得及 打开枪械保险 却见小七已经冷着面孔 来到两人身边 两拳锤在了他们的腹部 拳放倒 小七冷声说道 他独自一人往前走去 身后的队员 则分别冲进一间间屋子 一时间第九层 响起连绵不绝哀嚎声 如人间炼语 小七走到走廊尽头 推开了一扇门 赫然看见这社团的老板刘斌 正将一名年轻女子压在身下 撕扯着对方身上的衣服 你他妈谁啊 刘斌问道 小七来到他身边 你也惊 刘斌站起身来一拳挥出 可那看似有力量的一拳 却被小七紧紧握在掌心 小七慢慢说道 每次看到 你这种人渣 我都会忍不住赞叹家长的野心 真希望他早点拥有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 说着 他握着对方的拳头 右手则从腰间抽出匕首 狠狠捅进对方疲藏之中 然后 他看着刘斌 眼神慢慢失去焦点 缓缓跪在自己面前 这一次行动里 所有社团的首要目标 都是必须杀的 而剩下的人 则要在家长会控制的大楼里 接受长短不一的劳动改造 采缝刃机 组装电子元件 叠纸盒 未来某一天 他们会将这些人渣 全部移交给新世界的司法机构 新世界 这才是家长会真正的目标 每次想到这三个字 小七便感觉热血沸腾 他蹲下身子 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女孩身上 没事了 说着 小七转身走出房间 他站在走廊上 确定所有队员全都平安无事 且这个社团成员 已经全部被降服 他在通讯频道里说到 山河无恙 第575章 穿过山河 小七带领所有队员 毫不留恋的下楼去 那里还有其他楼的业主在等着 来到楼下时 小七对一位业主说道 都解决了 全都用束缚带绑住了 剩下的交给你们 拜托了 这位业主激动道 可别这么说 是我们要谢谢你们 这几天 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小七笑了笑 明天就可以开始基建改造了 不过这次要改造的居民楼有点多 咱们慢慢来 没事的 没事的 业主激动地搓着手 带到小七带人奔赴下一个战场 这位业主招呼其他人一起奔往酒楼 他们抬起那一个个 被捆住了手脚的社团成员 往大摆锤大楼抬去 那里 是建好的劳动改造场所 家长会的人手太少 所以他们想要打闪电站 打下一个又一个据点 然后转移那些被控制住的社团成员 总归人手有点不够 全杀掉 又很可惜 社团里也不是人人都罪该万死 所以 他们想用一百多修行者 撬动整个第九区 就必须利用人民的力量 业主们干架肯定不行 但是帮忙押运 已经没有战斗力的社团成员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今晚战斗 便这么各有分工地进行着 如火如荼 罗万牙心怀激动 却神态宁静地站在指挥部里 他看着全息地图上 一栋又一栋大楼 从黑色变成了红色 张清欢在一旁 激动的情绪全写在脸上 他亲眼见证着 仅仅一个小时过去 第九区有四分之一的地盘 都被打下来了 这时 指挥部外面又走进来了几个人 张清欢愣了一下 他们不是以前黑水社团 大百锤的小弟吗 怎么都在这里 却见这几位见罗万牙后客气道 黑色家人 罗万牙笑道 去吧 这一次由你们去接收那些地盘 记住 你们是黑水社团 大百锤社团的新老板 几位家人笑道 我们懂 跟PCE对接也是我们去办 嗯 这样就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们了 罗万牙点点头 去吧 记住 你们之所以 能够承担这些重任 也是因为你们过去 没有做太多恶事 以后 一样记住我们的纪律 还有 每周都要过来参加团建 艺术社团在过去几天时间里 一直沉寂着 不是罗万牙磨记者 不想去抢地盘 而是他要时间来 准备这一切 PCE不会允许下三区里 有太多龙文这样的大社团 他们喜欢几百个社团打来打去 这样出事了 也只会有小麻烦 不会有大麻烦 所以 想要避开PCE的注意 不仅要有人 在城市里吸引注意 还得有装作 这里什么都没发生过 这里依然有黑水 艺术社团 大百锤社团 我要买手表社团 只不过 家长将凌驾于所有社团之上 隐藏在云端 所有社团的核心成员 将是家长会成员 这一幕 把张清欢看得一愣一愣的 罗万牙这几天所做的准备 都在今晚爆发出来 他看着那些去接收地盘的人 挣了半赏 保罗 我想问个事情啊 庆城老板 是不是就在22号城市里 今晚城市里的混乱 也是他制造出来的 可他既然是财团的人 为何会做这些颠覆规则的准备 他自己就是规则 也是规则的既得利益者 陛下何故造反 这才是张清欢心里最大的疑惑 罗万牙深深地看了张清欢一眼 早晚有一天会知道的 那他今晚会不会有危险 张清欢问道 不知道 神代云罗看着面前的徐林森 左边的江沐北 他的五大士神谷女 马面罗刹 智行枯 天井下 白容易 纷纷将他拱位其中 堂堂黑陶A用出暗杀手段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之间有什么仇恨吗 神代云罗苦笑 他好好的喝着酒 与世无争 怎么就突然一出门 就被人轰了一拳 徐林森刚刚那一拳看起来刚猛 挨起来便感觉更加刚猛 大雪山火堂里都是野蛮人 里面的人不管是练刀还是练拳 走的都是最刚猛的路子 直来直去 正所谓一念即出 万山无祖 就是火堂的修行要义 不过火堂这修行传承 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 修行路上不能输 或者准确说就是 道心不能受损 曾经最刚猛的大长老 号称同级无敌 可惜他遇到了李淑桐 那一念即出 万山无祖的修行要义 遇到了一座无法逾越 万法不可破的人间高山 于是长老的修行便停下了 有人说 火堂大长老曾是火堂里 最接近半神的人 也许只要一步跨过去 便成了 可惜他遇上了李淑桐 于是道心破了 于是大长老的口头禅 就变成了晦气 这时 神代云罗四世想到了什么 朝黑天鹅餐厅里看去 那里本该坐着的沉睡 已经不见了踪影 徐林森也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 可他没再多想 他知道艺术社团在等一个契机 而这个契机的时间 不能太短 A级对A级 今晚你我厮杀起来 必然轰轰烈烈 神代云罗慢条斯理地说道 你作为成名已久的A级高手 应该也知道 王不见王的道理 为何还来冒险 事实就知道了 徐林森再次闪身逼近 他高高跃起一拳 轰在的马面罗刹的脸上 净锤的那数米高的马面罗刹 向后翻滚十多米 可就在这一拳之后 古女手中刀刃 也直逼徐林森要害部位 世神战斗从来都不是孤立的 一旦攻击其中一个 便会产生连锁反应 神代云罗站在长街上 看着刚刚落下的 恶猫大雪叹息道 我天天来给你充业绩 结果你就这么骗人 来杀我 轰隆隆的声音传来 长街两旁的街道 被战斗卷动 一排排建筑的墙壁 被打成了残垣断壁 绚烂的全西霓虹 也变得残破不堪 酒吧门前正跳舞的全西舞娘 因为被损坏的投影设备 定格在原地闪烁着 就在长街之外 上百辆车 神代云合已经将这里全部封闭 神代云合静静地 站在长街外面 闭目养神 一名军官问道 长官 要不要去支援 神代云罗长官 神代云合 眼睛都没睁开 再等等 军官们面露难色 他们知道 神代云合 与神代云罗不合已久 神代云合 这是想借别人的手 杀死那位云罗长官 神代云合可以不在乎这种事情 可日后被追究起来 他们恐怕是难辞其咎 毕竟神代云罗是A级高手 属于财团的战略资源 这种损失 是谁也不想看到的 哪怕是看神代云罗 不顺眼的时长事 也不愿意神代云罗 就这么被人杀了 可是 没有神代云合的命令 他们谁都不敢动 此时此刻 沁尘正快速奔跑在街上 他在往战场的反方向跑 到了 他走进第四区内的某东大厦里 一路乘坐电梯 前往最高层 随着电梯升入苍穹 来到顶楼后 沁尘翻身登上天台 巨线黑居 趴下 看着瞄准镜里 如同小黑点似的神代云合 沁尘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和徐林森 一起杀神代云罗 相比那位天天给自己 充业绩的神代云罗 自己更想杀的人 还是神代云合 某一刻他在想 神代云罗活着 或许会给神代财团 造成更大的麻烦 神代云罗的野心太大了 如今阶层固化的神代 承载不了这位野心家的野心 沁尘在天台上调整着呼吸 他知道 此时此刻 以战场为原星 2600米半斤内的所有高楼上 已经都被高手埋伏着 他在用徐林森和神代云罗 调神代云合 神代云合也在用自己调他 这是心里的博弈 神代云合这样一个谨慎的人 突然站在狙击事业下 一动不动 绝对是有原因的 世人都知道 2200米至2600米 是白昼老板的极限射击距离 神代云合天性谨慎 说不定会将埋伏点 再次扩大200米 所以庆城选在了2900米 但问题在于2900米是地面距离 他爬到高楼顶端后 便俯瞰着地面 大厦高度1100米 地面距离是2900米 按照毕达格阿斯定理 直角三角形的斜边长度公式 A的平方加B的平方等于C的平方 斜边长度也就是射击距离 3101.6米 这是庆城从未尝试过的距离 呼吸 他薄薄的鼻翼下 喷吐着薄薄的白雾 那白雾与天上飘下的雪蓉 和席卷在一起 雪天可是环境差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城市的雪季通常都没有大风 仿佛风在雪落下前 都吹完了 庆城看着街上的晃动的九番 默默计算着 风速15 环境温度零下午 弹道炮物线由海拔1100米 下降至海拔133米 炮物线垂直高度29米 这一枪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此时 庆城身处海拔1100米 而神代云河身处地面 海拔133米 就算两人保持同一海拔水平线 那么子弹想要穿过3100米 枪口就要对天上打才行 子弹要先攀升29米 然后再以炮物线的方式下降 子弹的弹道不再是一条直线 这就是炮物线垂直高度29米的道理 而现在 他与神代云合并在同一水平线 这弹道计算难度 毫无疑问将更大 庆城的眼神仿佛与世界都融合在了一起 呼吸 过去已去 未来以来 最好的就是现在 扣动扳机 这时 枪膛经过短暂的后座 枪身内部的回转构造 将一部分后座的动能 也转化为新的动能 发挥出他的所有力量 一枚SP型脱鞘穿甲弹旋转而出 他以1040米每秒的出速度 离开枪膛 弹体内携带着一枚 24克乌合金穿甲弹心 以超音速的状态 飞过1900米 速度才开始缓缓下降 庆城起身就走 没再多看一眼 中枪的人要在几秒以后 才能听见枪声 其实 庆城对这一枪也没十足把握 但他只有一枪的机会 所以他也没有用夜光弹来指示弹道 但这都不重要了 剩下的交给命运 却见那枚子弹穿过午夜 穿过飞雪 穿过白昼与家长会的烈火 穿过山河 子弹在天空中 以长达三秒多的时间飞行而过 最终以绝对优美的 跑物线落下 砰的一声 神代云河的大腿 骤然崩裂血花 只是子弹飞行过程中 已经消耗了大部分动能 他已经不足以对A级高手 造成致命的伤害了 可是 刹那间 弹壳之中的乌星 破体而出 以剩余所有动能 击碎了神代云河的大腿鼓鼓 神代云河怒吼 狙击手在哪 第576章 困兽之斗 神代云河重弹 这是所有人都不曾预料到的 卫戍部队在黑天鹅餐厅那边 战斗发生的一瞬间 便对周围紧密布防 半径2800米以内的所有区域 都埋伏了人手 这么兴师动众 本身就是为了防备白昼老板 那超出A级感知范围的狙击能力 可是 那神鬼莫测的乌星穿假弹 还是如约而至 有人汇报 对方是在封锁圈外开的枪 这个消息让整个卫戍部队 都震惊莫名 封锁圈外 那岂不是射程要在3000米以上了 这真是人类能够做到的吗 他们在看向神代云河 那断腿的鼓鼓 怕是也要换成机械肢体了 卫戍部队的士兵们 忍不住在想 这位狙击手 与神代云河长官 到底有多大的仇恨 竟然非要把这位长官的四肢 全都换成机械肢体不可 这下 连那些时长事 恐怕都看不上这具躯体了吧 他们不知道的是 不管是上一次 打穿神代云河的肩膀 还是这一次打穿鼓鼓 庆尘从一开始 都是抱着必杀的决心 描的可都是致命部位 只不过第一次 神代云河自身机警 求生意识太强 所以他遇埋的弹道 没能打中 这一次则是射程实在太远 连庆尘也无法做到绝对命中 他本身描的是脖梗 结果却落到了腿上 3101米 子弹能上把就是万幸 庆尘还不至于 做那么无聊的事情 可是神代士兵们 不知道他是打偏了 在神代士兵眼里 他们只觉得这杀手 真是太残忍了 竟要将神代云河长官 一点点虐杀致死 太可怕了 他现在肯定还在下楼 卫戍部队所有人 给我过去包围他 神代云河怒吼着 狙击手开枪的位置 在大楼楼顶 那栋大厦附近 本就埋伏着位数部队 距离大厦最近的士兵 也才一百多米 只要及时包围过去 狙击手来不及逃走的 城市的航空港里 十多架武装直升机突然升空 护卫着两艘以及浮空飞艇 朝着目标地点飞去 一名军官说道 长官 我先护送您去医院处理腿上的伤 神代云河您声道 这个时候治什么伤 卫队留下保护啊 其他人都给我去抓捕狙击手 说话间 卫数部队倾巢出洞 如潮水般向大厦包围过去 沁尘在安全通道里 缓缓向下走去 不能走得太快 如果徐林森那边的战斗还没结束 他这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么 所有神代的卫数部队 都会调转目标 把徐林森和江沐北 围死在第四区 请人家来帮忙可以 但不能把人家坑死在这里 这就是沁尘的想法 他才刚刚下到七层 便听到楼下传来密密麻麻的军靴声 夹着钢板的靴底 与混凝土碰撞踩踏 发出声音的声音 这一次神带来的比想象中更快 沁尘皱着眉头向下方杀去 可他才刚刚和那些神代士兵 在楼梯上遭遇 对方便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 硬生生将他给逼了回去 沁尘向后退了两层后 带到枪声停歇下来后 再次向下俯冲 神代士兵似乎没想到 他会这么快杀一个回马枪 最前面的两名士兵 被他提着脖子当盾牌 沁尘而尝试以速度优势 来突破这层封锁 可整个楼梯上全都是人 少说也有上百名士兵 前扑后继 后面的士兵见前方士兵 被沁尘控制着当盾牌 丝毫没有情面地 开枪射杀自己战友 然后凶狠地将战友打穿 以此来尝试击杀沁尘 或者留下伤势 一时间 那两名还活着的盾牌士兵 竟是被打成了筛子 鲜血将整个安全通道都染红了 饶是沁尘如今的级别 面对这种无差别的枪火 也必须后退了 若再晚一秒 神代士兵就能打穿这两具盾牌 而且 沁尘敏锐发现 这些人里 还折服着庶民无法判断 实力的基因战士 他丢下盾牌 往楼上撤去 沁尘思索着 神代在22号城市的卫数部队 总共才2200人 其他的都驻扎在城市之外的军营里 按理说 2200人根本不可能完成 如此密集的封锁圈 所以 神代云河一定早就调来城外的野战部队 增加了人手 自己要报仇 对方也要报断支支仇 沁尘利用速度快速爬升四层 他来到电梯口 却见电梯正在快速攀升着 里面也一定挤满了神代士兵 他强行徒手拉开了电梯门 以提线木偶灌注骑士真气 削断了电梯的绳索 电梯井里传来剧烈的金属摩擦声响 结果电梯箱仅仅下降了两层 便被制洞给生生杀住了 里面的士兵则抬起枪口 对准头顶忙扫起来 将电梯箱顶端 打出一个个透光的孔洞 沁尘哭笑不得 现在这栋大厦的每个出口 都被卫戍部队堵死 他被困住了 就像被困在一座潮汐即将到来前的孤岛上 沁尘笑了笑 转身往天台上跑去 现在 所有人都以为他在做困手之斗 古LT SPENT 黑天鹅餐厅门口 A级士神搅动着空气流动 徐灵森一次一次突破士神的封锁 他以最纯粹的蛮力 一次一次硬撼A级士神布拉下风 一时间 所有迎上去的士神 就像是排球似的 一次又一次被徐灵森击退 战斗将近半个小时 竟没有士神能伤到他 神戴云罗在一旁笑着称赞道 黑桃A纲猛无仇 就 火堂 这看似粗犷的传承里 却又处处透着发力的惊喜 今天真的领教了 神戴云罗微操之际 也见识了 徐灵森冷笑 说话间 徐灵森再次冲破士神防御 来到神戴云罗身边轰然一拳 轰隆一声 神戴云罗双臂格挡在胸前 被这一拳捶得向后平移了十多米 脚底白靴都磨出了青烟 也就是挨这一拳的瞬间 五名士神再次将徐灵森围绕其中 神戴云罗笑着 甩了甩发麻的手臂 再这么耗下去 可真是要死了呀 他也是神戴财团内部成名已久的高手了 那条成名之路 与徐灵森一样 从B级就开始了 徐灵森B级时便曾在联邦集团军寻兽之中 为了给荒野人 拖延撤退进进级之地的时间 一人迎战六名B级基因战士 最终追杀与反追杀战斗在禁忌之地里 持续了六天时间 六名B级基因战士 尽数被他反杀 而神戴云罗的B级也一样 那时他哪怕只拥有三名士神 却能将是神运用的浑然一体 滴水不漏 而且 如果细看去 他的每一位士神招数都有不同 马面罗刹用的是大开大合的刀数 九环刀切削劈砍势大力尘 古女用的是精妙至极的基建 刺 挑 切十三世如行云流水 智行枯藏于浓雾之中 四级偷袭 白容易飘荡在空中占据凌空 人行的天井下则是 手持太刀 仿佛一位标准的切射玉棉武士 世神的一切行为 都来源于阴阳师的操控 神戴云罗加上他自己 此时等于要同时操控六十九 所以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当阴阳师 曾经有些阴阳师 勉强驾驭世神 结果却是控世神 人被打死 控人 是神被打死 又控人 又控世神 世神和人一起死 而神戴云罗却将一切运用于一星 仿佛意识与世神和为一体 徐灵森稍有不慎 就会被世神之间的 组合计打得疲于招架 这场战斗 就像是游戏中 一位擅长多线操作的顶尖玩家 与一名伤害力爆表的战士之间的对决 而神戴云罗已经成熟的战斗方式 因为少了白白木鬼 终究少了一丝严密之感 他之所以不愿意用白白木鬼 只因为那四十多双眼睛里 有好几双都并非来自敌人 而是神戴财团自己人 也正因为神戴云罗 始终不愿意放出白白木鬼 所以徐灵森屡屡能够突破防线 一旁还有个江墓北四级掠阵 这终究不是一场公平的战斗 神戴云罗笑着说道 要不今天的战斗就到这里吧 虽然我落了下风 但你们一时半会儿 也杀不了我 这里终究是我神戴的地盘 一会儿十里是赶到 你们都要成为他们选中的躯窍了 到时候 徐灵森你被冒充 黑桃这个组织 也就为别人做了嫁衣 现在趁着他们去追居击手 赶紧走吧 徐灵森眼神一灵 神戴云罗说的不无道理 他们今晚终究是来制造混乱的 仓促之间想要杀掉一位A级 也不现实 一般情况下 A级相互厮杀 每个几轮厮杀 是无法拼不出结果的 只是 他们现在撤的话 神戴云罗坠在他们身后厮杀 也会是个巨大的隐患 对方只需要拖住他们撤离的脚步 神戴财团的部队 很快就能将他们包围 然而就在此时 天上有一道窑窍的身影 从低空掠过 江木北顿时惊喜 泱泱 这么关键的时刻 有泱泱这种立场系绝行者来了 说不定神戴云罗都能立刻杀掉 立场系绝行者的神奇 绝不是简单看级别来界定的 可是 江木北这边挥着手呢 却发现 泱泱只是低头看了他们一眼 便继续向西边飞去 那窑窍的身影 很快消失在楼宇之间 留下江木北和他举起的手 在风中凌乱 什么情况 老板和同事都在这里 姑娘你往哪飞呢 嗯 自家人都不要了吗 哈哈哈哈 胳膊肘往外拐地组织成员嘛 哈哈哈哈 神戴云罗笑疯了 你们快走吧 别想着杀我了 十里市快到了 徐灵森深深地看了神戴云罗一眼 转身撤离 这位身穿白色兽衣的阴阳师 将双手拢在袍袖之中 寂寥地立于长街之上 如约定的那样 他没有追杀 第五百七十七章 纵身一跃 老板 你说泱泱这是往哪去了 江木北问道 他是没看到我们吗 徐灵森逃命撤离路上叹息道 不要挣扎了 他看见我们了 只不过就另一位比较重要而已 江木北 这个结果 还真是让人难以接受啊 明明是他们黑桃组织的人 结果见了老板都不救 反倒去救外人 看来郭虎禅八卦的也是真事 江木北说道 泱泱和白昼的那位老板 确实有些不对劲 徐灵森瞥了他一眼 郭虎禅都八卦什么了 江木北小声说道 郭虎禅不是跟共济会 那些时间行者在一起吗 他们在南方荒野上 开辟了一小片荒野人聚居地 前一阵子 郭虎禅对我说 泱泱曾经在表世界说 他和某人出去度蜜月了 扑 饶式沉稳如徐灵森也稳不住了 还有这事 那老板你说 咱们算不算是跟白昼联姻了 江木北皱眉 所以今天晚上帮他们吸引注意力 也不算是白帮 你倒也不用给自己脑补这些 今天晚上 两位A级高手战斗的盛况 已经搅得整个22号城市 都不得安宁 PCE治安管理委员会这边 全都朝第四驱赶来 根本无暇注意下三驱 对了 也不知道他们借这个机会 能吞并多少社团 十多家总应该有了吧 江木北说道 先别考虑这些事情了 我们撤离了再说 徐灵森说道 远远的 他们就已经听到成片的警笛声 然而就在此时 他们面前的鱼水井井盖 突然被人从内部推开 却见张梦谦探出个脑袋说道 这边 徐灵森和江木北都愣了一下 这个小男孩 为什么会在这里 等他们 两人一起跳下鱼水井里 却见小男孩 拿着一只手电筒 还有一张手画的地图 上面是整个22号城市的管道图 并标注了他们的逃离路线 张梦谦一脚深一脚浅地 踩在积水里 走在前面看地图带路 徐灵森好奇道 是谁让你在这里等我们的 张梦谦随口说道 我老板 他说神代财团 现在防备很严密 肯定会动用附近的 浮空飞艇和武装直升机 你们正常撤离 肯定是跑不掉的 不要小看神代 徐灵森无语半生 所以 他知道我们会来做什么 然后还提前为我们 规划好了撤离线路 真贴心啊 其实 他想说的是 自己被人算计了 人家连你什么时候动手 什么时候撤离 该怎么撤离 全都给安排得明明白白 宽阔的下水道里 徐灵森突然回头 看向身后的江木北 是谁提议咱们来袭击 神代云罗的来着 沉睡 江木北说道 而且 一开始他们抵达 黑天鹅餐厅时 沉睡都还在里面 一转眼 沉睡就不见了 而且 张梦谦这个小男孩 在社团内地位 明显有些奇怪 虽然只是个小男孩 但所有核心人物 都对他很客气 但就是这么一个小男孩 偏偏跟在张清欢 那个蠢活旁边 所以 其实张梦谦 跟的不是张清欢 而是那个沉睡 不 准确讲不是沉睡 而是那位白昼老板 如今很多人都知道 白昼老板擅长易容 神代云秀他们 在大阪的作战报告 已经曝光 那位白昼老板 在神代内部 甚至有千面神军的 奇怪称号 所以 易容成沉睡 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江木北忽然站住了 老板 咱们好像当着他的面 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 你先闭嘴 让我屡屡 徐灵森面无表情地说道 他们当着白昼老板的面说 要打进核心圈子 他们当着白昼老板的面说 要帮泱泱考察一下对方 而且最关键的是 他们刚申请加入艺术社团 那个沉睡就贴上来了 分明是已经认出了他们 还利用他们的身份 去灯火你红下 我们一起脱裤子放屁酒吧 杀了高桥大成 两个黑桃大咖 当着人家的面 密谋着潜入的事情 江木北说道 老板 要不咱们离开22号城市吧 我不想再来这座城市了 徐灵森叹息道 先回社团吧 回去了再说 这时 张梦谦笑了起来 别担心的 老板 是欢迎你们的 他说 如果你们猜到他的身份 就让我帮忙说一声 他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听见 江木北被恶心到了 这怎么还再次处刑呢 徐灵森看着张梦谦的背影 骤然杀意浓厚 小梦谦回头惊吓道 干嘛 也不至于杀人灭口吧 徐灵森若有所思 之前有人想杀张清欢的时候 我就发现 你知觉非常敏锐 当时没细想 现在才发觉不对 老板说 我有第六感 张梦谦笑道 第六感 徐灵森问道 这里的事情结束之后 要不你跟我走吧 这位黑桃A 动了蛙人的心思 他身为A级最清楚的是 第六感并非是 人类本身的感知能力 而是意识与世界融合过程里 慢慢出现的特殊能力 也就是说 张梦谦如今还是个普通人 他的意识却已经开始 跟世界融合了 这让徐灵森如何不动心 而且 这几天他就发现 张梦谦这个小男孩 特别机灵 而且有原则有底线 黑桃里 类似江墓北和郭虎禅那样的 莽夫太多了 正需要张梦谦这种会办事的 你跟我去西南大雪山 我确定 你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徐灵森认真说道 张梦谦回头看了他一眼 不去 你没我老板厉害 徐灵森 黑桃A 亲自邀请一个普通人小朋友 竟然还被拒绝了 不行 这孩子 他一定要想办法带走 第四区的大厦里 沁尘通过安全通道 快速向上爬升着 然而 就在他爬上到17楼的时候 他所经过的窗户 骤然破碎 两台纯黑色的战争机器人 扑进来 死死孤注了沁尘的双臂 爆裂声中 似乎还混杂着人类听觉 难以辨识的刺声波 摧毁着他的五脏六腑 这种频率低于20赫兹的刺声波武器 是战争机器人的绝佳配置 某些特定频率 甚至与人类器官共振频率相同 能够极大损坏人体内部器官 致人死亡 而战争机器人 作为钢铁之躯 根本不怕这种刺声波 如今 刺声波武器 已经成为联邦巷战内的标准配置 波长极长 且无视大型障碍物 沁尘痛苦无比 他有克制这些战争机器的底牌 却并不愿意现在就用 滚开 沁尘奋力振臂 凶狠地将两台战争机器人 制出破碎的窗户 战争机器人手臂弯折 凌空射出钉矛 打在了大沙外墙上 带到他们在墙壁上稳住身形 便开始再次快速向上攀爬 沁尘深吸一口气 忍着五脏六腑内的烧灼感 再也不练战 往天台跑去 几条街之外 神戴云合坐在椅子上 面前则放着矩阵式的监视器 上面显示着所有战斗机器人的第一视角 这位神戴云合大腿上扎着直鞋带 就这么冷静地看着 仿佛断腿的人并不是他 下属一再要求他去医院 但他必须要看着这位白昼老板被捕 给我雷达异常报告 神戴云合冷声道 附近无异常起飞的飞行器 无腹空飞车 腹空飞艇 武装直升机 看来没有退路 终于抓到你了 神戴云合冷笑 第二作战编队的腹空飞艇 与武装直升机 不要在建筑内缠斗去天台阻击他 这一次 他连逃跑的地方都没有了 而此时 整个大厦外墙上族 有数十台战争机器人攀爬着 每一台的行动能力都堪比B级基因战士 这一次 他们没有再尝试着从大厦内封堵 而是直接奔向顶楼 打算封锁住庆尘最后的退路 庆尘一边在楼梯上狂奔 一边默默计算着战争机器人的速度 在每层楼梯折反处 他都登动墙壁借力 所过之处被他借力的墙壁都会微微塌陷 给徐林森他们争取撤离的时间 不会玩出事了吧 庆尘内心里调侃着 他计算着时间 他不能再等了 可是现在还没到他约定的时间 他要等的人并不在大厦之上 庆尘撞破了天台上的铁门 天台上空无一人 他甚至能听到战争机器人 在下方墙壁攀爬的金属焦鸣声 不能等了 庆尘狂奔至天台边缘 后方是追兵 前方是如深渊一般的虚无高空 他张开双臂奋力一跃 庆尘没有背降落伞包 也没有背话相依 就这么向下坠落 犹如自杀 天台边缘的战争机器人 如攀登者般攀附着墙壁 他们见庆尘这么跳出去 便也跟着竹衣跳了出去 黑色的战争机器人 在苍穹上奋力舒展身体 可不论如何努力 都无法触及到庆尘的速度 不对劲 开火 神带云合征明道 不留活口了 格杀勿论 战争机器人的右臂上 原本咬合着的零件 纷纷向后缩去 显露出他们小臂之中的炮口 可就在这时 所有战争机器人 都漂浮于空中不再下坠 也就是这一违反物理常识的一幕 导致所有战争机器人的准心 都出现了偏移 他们小臂之内的40口静流弹炮 全都打在大厦对面的建筑上 庆尘还在下坠 封在他身旁呼啸 他距离地面越来越近 而黑夜里 则有一个窈窕的身影 迸逝而来 就在沁尘将要落在地面之前 在空中将他接在了怀中 紧接着低空朝远方飞掠而去 越飞越远 神代云河坐在监视器前 沉默两秒 突然开枪 将监视器显示屏全部打烂 第578章 回归倒计时 神代云河无法接受这次失败 他甚至以自己为诱饵 又断掉了一条腿为代甲 才换来这次抓捕的机会 结果还是让对方跑了 连浮空飞艇的雷达都无法确定 对方到底去了哪里 因为失血过多 他的脸色渐渐苍白 而眼圈周围 则因为愤怒变成了红色 看起来异常争鸣 神代云河也渐渐冷静下来 不妨 我没死 他就一定还会回来 此时此刻 沁尘在空中忽然说到 以我对立场细绝行者的了解 你距离我300米的时候 如果我本身不反抗 你完全可以远远地控制我身边的立场 也就是说 你早就可以停止我下坠的趋势 而不是搞得像现在这么惊险 最后还在空中抱住了我 杨杨认真说道 可是 电影里都这么演啊 这样看起来 画面更好呀 沁尘 这种时候不要加那么多戏啊 眼瞅着我就要砸在地上了 放心吧 不会的 这不是接住了吗 杨杨自信道 两人在城市之间的低空掠过 好在神代财团帮他们施行了宵禁 街上只剩下少数几个高种性的行人 不然光是在空中飞行这一幕 便会引起无数人围观拍照 到时候 沁尘被抱着的场景 就会被人发到网上了 杨杨还小声嘀咕一声 咦 怎么都没有人呢 人都哪去了 沁尘 赶紧找个地方降落 我们从下水道迂回到下三区去 在天上飞着 太引人注意了 说着 杨杨有些不甘心地落了下去 随她一同进入下水道 十号城市的事情忙完了吗 沁尘问道 忙完了 杨杨跟在她身后 学生游行是比较顺利的 目前众议院已经公开承诺 会加大教育经费投入 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安心上学 未来也会考虑 将初中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 不过我跟黑桃也说了 表世界的历史证明 没有留学牺牲 不可能换来真正的胜利 想与财团和平协商 本身就是一条不归路 沁尘若有所思 所以你让他们来看看 我怎么做的 但你这样说 会让他们很不服气 毕竟 这是他们努力了很久的事业 一下子就被否定了 泱泱点头 放心 徐林森还是很开明的 如果找到更好的路 他会加入的 等黑桃并入白昼 我也不用纠结 自己到底是哪个组织的人了 沁尘愣了一下 合着泱泱让徐林森过来 是为了这件事情 别人都是在两个组织之间做取舍 要么加入这个 要么加入那个 二选一 泱泱的思路就不一样 他直接想办法让黑桃并入白昼 当两个人抵达第九区的时候 才重新回到地面上 这时候的第九区 已经结束了战斗 正有一些平民 排着被束缚了手脚的社团成员 往劳动改造场所走去 这些平民也是学聪明了 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一些长长的钢管 将那些社团成员串起来倒吊着 看起来就像是在抬一头猪 前面那栋楼的平民抬完 还会自觉地把钢管 传递给下一栋楼的平民 就在这个不宁静的夜晚 第九区以外的人 甚至没有察觉到 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变革 没走两步 沁尘忽然停了下来 前面不远处 江木北正不怀好意地看着他 哈哈 走错路了 沁尘转身想走 可是刚转身 便看到徐林森堵住了他的去路 江木北冷声说道 在我俩身边藏这么久 都不表明身份 诚心看我们笑话是不是 沁尘说道 嗨嗨 你在肥肠面殿问我在哪的时候 我举手了 举了两次 江木北痛心棘手道 做个人吧 沁尘沉默了两秒 怎么跟Joker说话呢 江木北 徐林森 徐林森忽然想起来 自己竟然还当着这货的面 说过让对方来当Joker 他顿时就想不明白了 易容能力被这种人掌握 危害怎么会这么大 沁尘看着徐林森背后 开始有法相若隐若现 赶忙说道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白昼与黑桃的目标是一致的 大家殊途同归 所以应该成为战友才对啊 有你这么算计战友的吗 江木北悲愤道 我们那么信任你们 你竟然骗我们去杀神戴云罗 我也是为了第九区的居民们啊 还有 我还要杀神戴云河 庆尘认真解释着 说起这件事情 徐林森也想起来了 他们刚刚回来的路上还在猜 今天晚上 艺术社团到底能趁这个机会 吞并多少社团 江木北猜十几个 他猜二十多个 结果事实是 罗万牙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就等今天晚上 就这一晚上的时间 硬生生列了第九区内 合计71家社团 今晚之后 第九区里已经 只剩下家长会了 然而就在此时 庆辰忽然收到了一条 来自未知号码的消息 神戴空域 已经在石长市的要求下 连夜赶回二十二号城市 与其六小时后抵达 庆辰抬头 这条消息 一定是神戴云罗发来的 毕竟如果是影子 亦或是他麾下的药损 都不必如此遮遮掩掩掩 要说这位神戴云罗 是真的能处啊 帮忙充业绩也就算了 自己骗人去杀他 竟然还无怨无悔地 帮忙通风报信 不过 神戴空域回到二十二号城市 也就意味着 庆辰悠闲散漫的日子到头了 从今天开始 他就要在神戴财团的追杀下 再次寻找接近神戴云合的机会 他不能继续藏身在第九区 因为如果被云外境看到 会给家长会招来祸端 庆辰喊来罗万牙 我得走了 罗万牙 啊 庆辰笑道 六个小时之后 神戴财团就会有办法找到我的行踪 所以不能留下来连累你们 会有危险吗 还有六个小时呢 别急着走啊 杨杨问道 会 但也在我计划之中 六个小时是别人告诉我的 我不能赌危险一定会准时抵达 所以现在就得走了 庆辰说着 看向罗万牙 接下来 就由我在城市里 牵制着所有人的注意力 给你们争取时间 22号城市里 只剩下一个龙闻社团 比较难处理 但有黑桃的几位在 想必也没什么困难的 罗万牙点头 我已经找好替代龙闻社团 陈一东的人选了 他叫高杨 目前正在融入我们 江木北在一旁说道 喂 不要这样给别的组织安排任务 你们也太不见外了吧 央央歪着脑袋问道 真在计划之内吗 其实 现在我带你飞离22号城市 也用不了六个小时 他们根本找不到你 庆辰摇头 龙闻社团根系错综复杂 罗万牙需要一点时间 除了我 你们都没办法拖延十多天 还全身而退 央央 你留下来帮一下老罗 十天后 你在我说过的地方等我 到时候会合 央央点头 江木北 喂 这是我们黑桃的人啊 你怎么能指挥得这么自然 羊羊笑眯眯地说道 我俩都有孩子了 叫神公寺真记 庆辰无辜地看向 这个随时随地开车的姑娘 江木北 你们一个姓庆 一个姓陈 孩子为什么要叫神公寺真记啊 虎谁呢 事实上 庆辰确实早就预料到 神代空羽会被召回 毕竟这么大的事情 已经不是神代云秀 神代云罗能左右的了 除非神代空羽叛逃 不然他就必须回来协助抓捕 但是没关系 这本身就是庆辰计划中的一环 此时 回归倒计时 只剩十天零十八个小时 庆辰经历了逃亡与刺杀 他与神代云合的恩怨也到了尾声 他要在回归之前 结束这一切 而且他也知道 该如何结束这一切 庆辰回到城市里 等待着神代财团的新一轮抓捕 而徐林森等人站在第九区 这位黑桃A疑惑道 我本来是找他算账的 怎么就被他糊弄过去了 从庆辰转移话题到离开 他们的注意力完全被对方牵着走了呀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江木北问道 不是还剩下个龙文社团吗 杨杨说道 为了庆祝 我来二十二号城市 咱们现在就去把他给打掉吧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徐林森和江木北看着 这完全是一副 为白昼鞠躬尽瘁的样子 就算打龙文社团 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罗万牙说道 杨杨 龙文社团这边 还有些事情需要 话还没说完 却见杨杨嗡了一声 好像什么都明白了似的 牵着小孟谦就走了 你就是张孟谦对吧 你老板跟我提起过你 张孟谦愣了好一会儿 您是 杨杨和蔼可亲地说道 叫老板娘 啊 张孟谦猛了 杨杨继和蔼可亲地说道 你和你老板在哪住着 带我去看看 另外给我说一下 他这几天都干了什么 一定要说详细点哦 说着 他便牵着张孟谦 越走越远了 留下徐林森和江木北等人 一脸茫然 这姑娘思想为何如此跳脱 而且 他们和白昼的联合 好像莫名其妙地 就势在必行了 22号城市外 一艘浮空飞艇 正快速飞行着 神代空域则坐在其中 原本的计划是 由越野车承载着他 六小时抵达 结果某位石长士 突然改变了行程 交通工具由越野车 换成了联邦集团军的浮空飞艇 行程一下子 就缩短到了一个小时 神代空域提前回来了 黑色的浮空飞艇 降落在22号城市航空港里 蓝色的涡轮喷射火焰 渐渐熄灭 浮空飞艇外 一辆黑色车辆快速驶来 放下了一具尸体 那是沁城在之前酒吧里留下的 神代空域皱起眉头 这么急 不好意思空域长官 一名军官说道 这是神代进城李氏的命令 明白了 神代空域点点头 白昼老板在表世界 杀了神代进城的儿子神代云一 所以对方报仇心切 一定要把此事22号城市里的 杀手给找出来 一切迹象都表明 这位杀手就是白昼老板 不然这世上 找不出第二个狙击水平 如此厉害的狙击之神 神代空域召唤出云外镜 默默地割开尸体胸口 陷击掉 令人意外的是 那云外镜的画面里 沁闸得正 匍匐在一座天台之上 用狙击瞄准着不知是谁的目标 扣动了班机 神代空域身旁的在场 所有人都愣住了 他们竟然直接目睹了狙杀现场 神代军官在风雪中的航空港里 拨出电话怒吼道 快 目标就在时代大厦楼顶 速度确认 他在暗杀谁 白昼老板的狙击从不落空 扣动班机 就意味着伴随死亡 这仿佛成了铁律 可云外镜能看到的画面 范围太小 他们连谁被杀了都不知道 第579章 卫生的狙击部队的推测 庆城今晚在狙击神代云河之后 一定会先找地方躲起来 他们临时召唤神代空域回来 说不定能将这位白昼老板及身边的人 一起找出来 结果他们哪能想到 这位白昼老板 刚刚才闹出那么大的动静 脱离了险境 结果这才过了一个小时 竟然又杀了一个回马枪 当军官看到庆城在云外镜里扣动班机 他下意识地就想卧倒 虽然明知道 对方所在的大厦天台 在十几公里以外 即便是神仙也不可能打出这种射程 毕竟反弃才狙击步枪的极限射程 也就九公里左右 但他还是忍不住计淡了一下 几分钟之后传来消息 表世界秘密事业部的 一名时间行者高层死亡 死者曾经是神代云一下属 正在驱车前往神代进城关底的路上 结果这位表世界神秘事业部高层 就在路上挨了一枚穿甲弹 死在了浮空飞车里 巧合的是 浮空飞车向地面坠落的时候 又砸死了一名刚巧路过的 神代时间行者 没人确定 这是不是一个巧合 毕竟要做到这一点 就得计算浮空飞车的飞行速度 还有他的落点 在云外镜画面黑暗后 卫数部队立马派人前往枪击地点 但庆辰并没有走 他只是在天台上转了个角度 瞄准对面大厦里某个窗户后面 正在拉开窗帘 悄悄向外打量的神代时间行者 612米距离 没有丝毫压力 庆辰扣动了扳机 他没有停手 而是又转向7点钟位置 再次扣动扳机 一连开了6枪 连续击毙了6名时间行者 从一开始 这就是他精心选好的位置 连那辆坠落的浮空飞车 也只是诱饵罢了 庆辰从影子那里 得到所有人连比对信息后 就在脑海里的22号地图 对所有人定位 于是就发现 这栋大厦附近 竟然有7位时间行者住着 挨个找太麻烦了 不如制造一场 足以让所有人来到窗边的 轰轰烈烈的车祸 然后将他们引到窗边 一一击杀 时间行者不明情况之下 窗外发生那么剧烈的爆炸 很难忍住不堪 事实证明 7名时间行者 有6名都上钩了 这杀敌效率 比一个个杀上门 要省事得多 庆辰收起黑鞠 转身下楼 他来到大厦82层 毫无阻碍地打开一扇门 用手枪点射了听见动静 来查看的时间行者 然后继续下楼 一切都计算得刚刚好 当卫数部队军官抵达时 听着下属汇报死者分布时 一时间站在原地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他加入卫数部队这么多年 都不曾见过有杀手如此猖狂 军官带人来到天台上 拿着望远镜 默默观察着四周几栋大楼上 破碎的窗户 和窗户背后的尸体 后背一阵发凉 然而就在此时 他竟看到更远处1200米外的大楼上 一名黑衣杀手 正握在天台的鸡血里 扣动了扳机 操 军官这一刻才意识到 原来他们这些来到天台上 查看现场的人 也是猎物之一 可是 现在意识到这些 也晚了 军官刚刚转身想跑 一枚子弹从他胸口洞窜过 那枚穿假弹 一连穿了三人 才停留在第三人的尸体里 22号城市的卫数部队 太久没有经历过 如此酷烈的城市杀戮了 过去一百年里 都未曾有杀手 赶在神代地盘上 如此凶悍地杀人了 这算计能力 真的存在吗 此时此刻 唯有经历过一场 精密追杀的神代云河 十分笃定 这一切都是计算好的 这种恐怖的计算能力 他领教过 那是一种刚刚走入战场 便掉入陷阱的感觉 非常糟糕的体验 但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位杀手胆子太大了 别的杀手 都是一击不成立刻远盾 这位杀手却是不死不休 完全违反了刺杀原则 这让所有人都回忆起 曾经被骑士疯狂报复的恐惧 医院病房里 神代云河平静地躺在床上 不远处 稍显苍老的神代静城 站在窗边副手而立 神代云河不知道想起什么事的说道 叔父 沁尘被抓捕 李淑彤和白昼老板 便出现了开始疯狂报复 甚至导致那位老祖宗身死 我看过家族编年史 八百年前 我们刚来这片大陆时 曾有人调集军队 杀掉了一名骑士 结果剩余的十一骑士 摧毁了我们六座军事基地 后来他们又拼掉了三名骑士 换走我们八名李氏 一位家主 如果我知道 您让我去抓的人 是一位骑士继承者 我是绝对不会去的 起码不该 是我去承受这一切 这时 神代云河非常确定 沁尘就是骑士 毕竟对方在水下 以发丝切断自己手臂的方式 只有骑士能做到 只不过沁尘是C级 而白昼老板 则一直是强者形象 甚至被一位A级 两者实力差距太大了 神代云河与两人都交手过 短短一个月时间 实力天差地别 战斗方式也全然不同 沁尘擅长竞升格斗 即便面对狼群也没用过狙击 白昼老板则更擅长远程狙击 那一手狙击能力出神入化 所以神代云河认定 这是两个不同的人 是骑士组织的师兄弟 上一代骑士有仨人 李淑彤 陈家章 王小九 这一代骑士 有两个人也不算什么稀奇事 但不管怎么说 神代云河都觉得自己 不该一个人承受骑士组织的怒火 后悔了 神代进程沉稳道 现如今骑士人口凋零 已经没有那么大的震慑力了 李淑彤在北方剑群面前一样 要退避三射 神代云河提醒道 叔父 我要是你就不会在这种狙击手的阴影下 站在窗边 最好再帮我把窗帘也拉上 谢谢 神代进程想了想说道 医院附近已经全面戒严 半径四公里内都是位数不对 我不信这世界上有狙击手 能在这种距离杀我 一边说着 一边拉上窗帘 坐到了病房角落阴影里的椅子上 神代进程问道 你是跟这个白昼老板交手最多的人 他很有可能就是骑士下一代领袖 把你对他了解的一切都告诉我 我们与骑士是世仇 躲是躲不过去的 神代云河说道 谨慎中透着血腥 他计算好了一切 就敢孤身一人来 引我入局 不止如此 他也算到了 我们现在不可能全力对付他 这个计算 甚至包括另一个环节 此时神代财团的主力部队 被李氏 沁氏 纠缠在南方 时常是有八位都携带着大量高手 卫数部队在21号城市 给神代家老祖宗治丧 在表里世界对应关系中 22号城市对应神户 21号城市对应东京 20号城市对应大阪 神代家老祖宗死亡 并不只是一位半神陨落那么简单 过去的时代里 神代牵斥 一直与家主奋全力 如今他一死 权力必要产生更替 就像当初李氏家主李修瑞将死时 有无数人想要借着权力更替的机会 获取属于自己的利益 这是家主派系 对阴阳师派系 穷追猛打的最好时机 连家主派系内 也会面临分赃不均的问题 这时 就是外人基于神代财团的最好时机 神代云和此时在22号城市 是因为他计划反杀白昼老板 家族不允许他将麻烦事 牵扯到21号城市 所以只能拿22号城市当战场 神代云罗在22号城市 因为他是家族边缘人物 例如神代云秀和神代空羽 原本都在21号城市 神代进城在22号城市 则因为他是家主之子 分蛋糕本就不可能少了他 所以有恃无恐 事实上 这也是庆辰急着杀神代云和的原因 过了智丧这个节点 他想从神代财团的城市 全身而退就难了 神代进城坐在角落里 看向神代云和 你坚持不打全麻 是怕我用神经元结薄夺射你吗 神代云和摇摇头 我怕的不是舒服您 您不就是怕被夺射 才不好好修行吗 一直停留在 C级不敢再进一步 我怕的是 另一位跟您一起来22号城市的理事 神代近年 据我所知 他一直在寻觅适合的去窍 这次他得知我受伤后 突然返回 我怎能不防 神代进城默默不语 神代云和说道 神代云罗说 我们是被诅咒的家族 虽然我与他素来不和 但他说的话 倒也有些道理 我们背叛了元氏 被元氏诅咒 闭嘴 神代进城冷笑道 家族的忍耐 也是有限度的 不会放任他 一直这样诋毁家族声誉 似乎觉得自己说话重了 他缓和了语气说道 你好好养着吧 这次我将神代空语召回 就是给你报仇的 放心 十天之后 我会让你 带着白昼的头颅 随我一起去21号城市 参加追悼仪式 说着 神代进城转身出门 门外 一名军官低声说道 进城里市 刚刚又有12名时间行者 被拘杀了 对方算好了路线 一口气杀了12个人 神代进城 把22号城市里的时间行者 都集中起来 派位数部队在附近戒严 明白 22号城市外面 一辆破破烂烂的 越野车行驶过来 车里的人哼着小曲 听着广播里 声音悦耳的女播音说道 插播一则新闻 近日一名男子 在22号城市 制造连环枪杀案 目前神代财团 已经公布多名嫌疑犯画像 并悬赏每人3000万元 坐在车里的人赞叹道 还是来晚了呀 若不是好不容易才安抚了那位老板 我早就应该到了嘛 这么热闹的事情 怎么能没有我呢 车辆抵达22号城市 出入境闸口 缓缓停了下来 车里的年轻人按下车窗 笑咪咪地递出一张通行证 赶紧放行 只是 年轻人忽然发现 那些看到他的出入境官员 竟全都面带惊恐 年轻人叹息 又来 下一刻 出入境闸口前后的合金闸门 开始缓缓落下 有人高声怒吼 发现嫌疑人 请求支援 请求支援 Zard坐在车里有些许无奈 我他妈跑来干嘛呀 说话间 出入境隧道上方的金属风暴发动 仅仅一秒时间 便将破旧的越野车给打成了筛子 而坐在车里的Zard 突然化作流沙 从座椅与汽车之间的缝隙 流淌到地面 又宛如水滴般 渗进了地面 第580章 最后一件事 老板 这些人里 到底哪个是老板 张梦谦小声问道 他现在还不确定 面前这位到底是不是老板娘 毕竟只是 泱泱一个人单方面承认的 所以他喊老板娘的时候 有些许迟疑 泱泱看了他一眼 你最好连起来喊我 不然别人还以为你的老板很娘 说着 泱泱看向店员 喂 拿那两件衣服给他试试 找一下他合适的马 第5区的商场里 泱泱正带着小男孩逛商场 这是沁晨拜托他的事情 让他帮忙给小男孩 制办点衣服 和一个新手机 就像是一个正常小男孩 会从父母那里得到的那一切 张梦谦以前的手机 早就碎得不成样子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能亮起来 此时 小男孩换了新手机 正好奇地搜着 22号城市内发生的新闻 他知道这跟老板有关 联邦的媒体多如牛毛 除了希望传媒以外 几乎全都是用噱头 来骗流量的无良媒体 其中以新联邦报为代表的 无良媒体 从来不在意 自己报道的内容是否属实 于是 这个联邦里 也就催生了另一个黑暗的职业 独立宿地记者 这些独立宿地记者 并不隶属于哪个媒体 他们游走于整个城市 寻找所有的犯罪现场 抢第一手资料 谁能拍得最清楚 最详细 最完整 谁的新闻 就能卖极高的价钱 曾经联邦最臭名昭著的 独立宿地记者 叫作断道伟 他在杀人案发现场 明知道伤者急需抢救 却不报警 硬生生拍完了整个杀人过程 后来他不再满足拍摄 而是开始制造杀人案件 来供自己拍摄 此时 整个联邦的媒体 都在争先恐后地报道着 22号城市发生的事情 第一件是神代云河被刺杀事件 第二件 则是神代财团时间刑者 接连遭到暗杀的事情 媒体列出了许多嫌疑人 他们甚至一点证据都没有 就将所有被怀疑的对象 放到了网络上 而沁晨的照片 也混杂在这一群 嫌疑人照片里 张梦谦并没有见过 沁晨的真实面目 但他知道 沉睡并不是老板本来的样子 所以有些好奇 泱泱看了他一眼说道 他是你老板 这个得由他自己来告诉你才行 你可是他的第一个姓差啊 是不是要有点仪式感 要不我去把龙温社团的那个人杀了 给你庆祝一下吧 冲冲洗 张梦谦嘴角抽动了一下 这位老板娘 怎么思维如此跳脱 他小心翼翼问道 老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泱泱看着天花板想了想 胆小鬼 我都把车咕噜压他脸上了 他还在那晚安马卡巴卡呢 张梦谦哭笑不得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看来自己想知道 老板是什么样的人 还得自己以后再观察了 这时 泱泱突然难得正经起来 你老板那群人啊 都是外表看着冷淡 心里藏着火 骨子里藏着浪漫 他们从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也永远不会过一成不变的日子 星辰大海才是他们的归宿 张梦谦听的一时间有些憧憬 又随即黯然 他忽然问道 老板娘 你和老板之后 是不是会离开22号城市啊 泱泱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你也得走啊 他让我带你一起走来着 这里的事情留给老罗他们就好了 你不需要一直待在这里 啊 张梦谦一时间又惊喜起来 此时 联邦媒体再次报道新闻 22号城市的狙击手 刚刚又出手杀人 且成功逃离 按无天日下水道理 沁尘坐在潮湿腐朽的管道上 手里拿着电话 你好歹也是神代财团的人啊 就这么一直偷偷告诉我 神代空余使用云外境的时间 会不会不太好啊 下水道理 只有井盖上的两个孔洞透着光 罩在他的头顶 两天时间里 沁尘无数次躲避神代财团追捕 也不是因为他躲避能力多么精妙 主要是神代云罗 一直在给他通风报信 每次神代空余使用过云外境 都会想办法 将消息传递给神代云罗 然后神代云罗又及时地传递给了沁尘 有这样的内影 沁尘就是想被抓住都难啊 神代云罗在电话里笑着说道 我们是朋友啊 我怎么能让朋友死在别人手里 得让我亲手 杀掉才行啊 真变态啊 沁尘叹息道 你一定很渴望朋友吧 电话对面沉默了片刻 神代云罗平静说道 从生下来那一天开始 我就进了整个神代内物府的资料库 有人随时观察着我的成长 然后给我最严苛的教育 但这一切 并不是为了让我能为家族做事 而是我父亲在神代内部 不过是一个小人物 而我 随时可以成为某位大人物的去巧 在这样一个被诅咒的家族里 怎么会有真正的朋友呢 沁尘问道 那神代云秀和神代空域呢 他们不算吗 神代云罗又沉默了片刻 只是志同道合罢了 沁尘说道 那你不修行就好了呀 他们不会夺赦C级以下超凡者的 会变啥 神代云罗轻笑道 不修行 又如何结束这受诅咒的命运 话说你是真不怕 我把你这些话告诉神代其他人啊 沁尘低估道 不怕 毕竟我活着 符合你的利益 神代云罗说道 不多说了 我知道你这会儿正藏在下水道里 赶紧出来逃命吧 干嘛 沁尘挑挑眉毛 我在这躲着挺好的 你真以为财团拿下水道没办法吗 神代云罗笑起来 每个财团都有一些秘密的军用科技 而神代财团 还刚好有一个用来对付下水道战士的 另外 神代空域 他们已经处在完全信号屏蔽的区域了 接下来 他们会不定时使用云外镜 你得自己想办法了 沁尘笑了笑 放心 我肯定比你活得长 说着 他挂断了电话 说实话 沁尘感觉自己与神代云罗的相处有些诡异 明明彼此都知道 未来会成为敌人 各自有各自的利益 但是这一刻 彼此都没有杀意 就像真的朋友一样 此时此刻 正有数百名神代士兵 从22号城市内的卫数部队军区 开着多功能战车朝城市各个角落驶去 很快 所有士兵抵达后 纷纷打开了战车里的黑色箱子 一名士兵在箱子旁边 戴上了神经元接驳头盔 紧接着 黑色箱子里数百只巴掌大的 黑色的机械蜘蛛 如潮水般躺进了下水道内 它们头上有6对副眼 观察着全方位角度 甚至可以用夜视模式 将所有画面实时传输回监控指挥中心 机械蜘蛛的行动非常迅速 几乎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前进着 整个城市总共18个投放点 数以千计的机械蜘蛛 迅速遍布整个城市的所有下水道 以此来寻找庆尘的藏身之处 这是李世纪现代战争的侦察兵 神经元接驳的士兵 便可以覆盖方圆40公里的侦察工作 机械蜘蛛的核心 还有高爆炸药 遇到敌人随时可以起爆 有人曾说 神经元接驳脑机与无人机器 才是小规模战争的发展方向 只不过 当机械蜘蛛将22号城市下水系统全境封锁后 卫数部队忽然发现 整个下水道里干干净净的 根本没有见到杀手的踪迹 这个杀手仿佛先知先觉般的 一次又一次躲过追杀 连云外境这种追杀神器都失利了 这时候 一只机械蜘蛛忽然发现 在那黑暗的下水道里 一张纸插在墙壁上 上面有人简陋地画着 Joker和笑脸 负责用神经元接驳方式 控制蜘蛛的士兵愣了一下 这是买不起扑克牌了吗 你都没扑克牌了 还装什么呀 第三区某洞诗层办公楼里 一名军官面对着前方的时间行者说道 临时召集各位前来 也是被近期刑事所迫 各位也都知道 目前有杀手正在猎杀所有家族内的时间行者 所以不得不防 军官 各位安心地在这里住下 附近都有卫戍部队在戒严 待到老祖宗治丧后 高手回归22号城市 便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了 而且 我们也已经在城市内撒下天罗地网 说不定很快就会将他抓捕归案 这时 所有人都感觉楼梯似乎震动了一下 连带着天花板上的灯 也在摇摇晃晃 地震 军官吼道 迅速紧急避险 这些接受过训练的时间行者 纷纷藏身于桌子面 水杯也在地上滚动 大楼倾斜的角度越来越大 这时候 有人发现不对劲了 理事界大楼建造强度 根本不会在这种地震强度下 发生楼体坍塌事件 而且 窗外更高的大厦 甚至都没有晃动 什么情况 有人惊慌道 那名军官骤然起身 他踉跌着来到窗户边查看 却看到 这栋十层楼高的卫数部队宿舍楼 二层以下的楼体 竟然全部杀化了 那墙壁上的砖 竟然还在不断杀化着 向下掉落 宛如黄土瀑布 而那些黄沙 在地基之上不断搅动 以高速摩擦的方式 将钢筋全部侵蚀 磨断 所有时间行者 都成了被圈禁在这栋大楼里的羔羊 有人试图直接从楼上跳下去 可很快他们发现 整座大楼都开始杀化 然后将所有人都埋葬在流沙之下 大楼的另一边空地上 泥土忽然幻化出一句话来 瑟尔德对此次袭击负责 这一刻军官忽然明白了 那位杀手不停地狙杀时间行者 是料到了当伤亡到一定数目后 神代财团一定会将时间行者 集体保护起来 是了 只有这样 才能免得浪费时间 但一般情况下 没人能在卫戍部队营区做到这一点 除非是一位A级土元素系觉行者 亲自袭击 而沁臣恰好知道 沁氏就有这么一位土元素系觉行者 又可以来完成团灭任务 又可以来顶锅 而且这个人的性格 好像也特别喜欢主动顶锅 沁臣前面杀了那么多神代时间行者 其实都是在有目的地 让神代将这些时间行者聚集起来 当然 就算神代在经历这么重大的损失与伤亡后 依然对这些时间行者分散管理 那他也不介意一一杀上门去 直至此时 沁臣穿越后要做的四件事情 终于完成了三件 第一件杀出A02秘密军事基地 带走情报人员 第二件发展新的家长会 渐渐用贫民窟包围上六区 这件事情尚且还不能算完成 但也已经有了眉目 只需要等待时间的发酵 第三件杀掉所有在表示界围攻他的时间行者 如今 只剩下最后一件杀死神代云河